谁说中等生考不上名校呢 小艾老师到现在为止 也已经教了一万多名学员了 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普遍我发现了一个共性 那就是决定一辈子的并不是高考 而是以下老师要跟大家说的 这三个学习的关键期 所以这个视频非常重要 一定要点赞转发 坚持看到最后 第一个关键期就是小学三年级 在这个时候学校开始出现应用体 对孩子的思考力要求就上升了 如果数学思维能力跟不上 那么就会导致他的学科成绩下降 第二个关键期很重要 就是初二 初中二年级 有一句话叫做初一差别不大 初二两极分化 初三天上地下 第三个关键期就是高中的二年级 高二 高二除了思考力和对于知识水平要求提高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方法 我见过太多的孩子 在高二之前成绩平平 但就是因为高二掌握了高校的学习方法 一飞重填 最后考进了大学 考进了名校 所以说抓住这学习的三个关键期 用对方法 普通学生也能考进名校 如果你苦于没有高校的学习方法 可以关注我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硕士 每天晚上的7点20 都会在直播间里面 再分享我的高校学习方法 麻烦大家帮我点一个小爱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见 谢谢 我给你了解订阅 我